大家好,现在是晚上的9点26分 我已经把上周的视频补齐了 我发现我真的是胖了 Hello,大家好,今天是周五 我今天约了Bessie吃饭 我前一段时间打的那个耳孔 我今天终于终于换了个耳环 就是她之前打耳孔的时候送的那个小耳钉嘛 我把它摘了下来,然后换了一个耳环 然后就还蛮沉的 你看看这些穿的衣服 一身的黑 好像一只黑乌鸦哦 好了,出门了 我终于到了 我今天来这边下错了两次高速口 我觉得像我这种人真的就不应该开车 你是不是已经逛完了? 没有,我还没看 我忘记做衣服,然后去不如你贴后买了 网红爆款焊火牛蛙,看起来不错 麻省理工 深海烤鱼 这个学法海鲜大咖有点厉害的样子 哦,是哦 看起来都不错 直接进去好了 哇怎么办,看起来都蛮好吃的样子 今天白亮了 不是,今天白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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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一个星期都白亮了 我们现在吃完了 我来吃个甜点 真的是,开车鱼 这个芋圆在她照片上长得完全不一样 这是已经沉船的预言 对,这是已经沉船的预言 所以也看到预言在哪了 大家好 现在是11月2号星期五晚上9点50 我今天跟Bessie一起去逛了个街 然后吃了个饭 好久没有见她了 因为她也住很远 我也住很远 所以我们平常真的很难见到面 回来之后就想说 哎,卸个妆 赶紧去健身 我正准备卸妆的时候发现 健身房四分钟就关门了 因为今天是周五 周五是开到十点 啊,完了完了完了 今天晚上我还吃了烤鱼 还吃了鲜鱼鲜 然后现在感觉 不是太爽 哈喽,我现在已经到家了 我刚刚放了一下相机 现在准备去Shermox 跟莉莉一起看电影了 应该是莉莉给我发信息 她这个外套好好看 我没设计的 这么厉害 她现在也卖衣服自己设计 没有,是她刚毕业的时候 做了一条线 然后她就放弃了 唯一的一卷 对 哈喽,我们的电影马上就要开始了 今天晚上和这位美女一起看 Star is Born 好久没有看电影了 包场 好空旷啊 整个电影院只有我们四个人 我们已经看完电影出来了 还是蛮好看的 还是蛮好看的 蛮好 这位小姐姐哭得跟 妆都哭花了 我的妈呀 然后显得我特别冷血 我就完全就 嗯,电影还不错 还是蛮好看的 推荐大家看 我要回火了 等我回到时候再见吧 好啊好啊 拜拜 我今天开过来 看到这儿我都要睡着了 哇,现在这个太阳 怎么好热啊 热死了 今天我们又要跟Avy学姐姐一起拍照了 我觉得我单拍情好像空啊 你确定不要 好吧,行吧 好吧 我现在是长什么样 你现在非常好看 这么看非常好看 什么 我在骗我 没有,就是新的这种 哈喽,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刚刚拍了一下Disney Hub 我是第一次拍这个地方 我来洛杉矶五年了吧 第一次来Disney Hub 你来的是个假洛杉矶吧 对,跟大家捋一下我们刚刚都拍了什么 我们先去了那个 你可以不要离我那么近吗 哎呀,没有,真的很好看啊 我们先去了 Grand Central Market 我们现在在 Central Market 然后 现在这一帮我拍视频的小姐姐 跟我说里面很亮 根本不存在 我的天哪,你告诉我很亮 请问哪里亮 我之前来的时候还是亮的 好暗啊 里面非常的暗 而且里面人非常多 因为今天是周日嘛 我们就在那边 嗯,草草地盘了一下 之后从Central Market出来 我们就去拍了那个 LaLa Land里面很有名的那个 洛杉矶的小火车 我们现在在这个很著名的 这个LaLa Land这个小火车的地方 人实在太多了 所以就,嗯 就这小火车还是蛮可爱的 但是可能真的要周一到周五的时间 诶,现在是不是没人了 有啊 不是,我是说等这一箱人走过 是不是就没了 那怎么会有人排队啊 想啥呢 一脸愁 全部都是人 排队排非常长 建议大家周日不要出来拍照 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点什么深山老林啊 去点什么那种大海边 可能还好一点 Downtown这个地方 周日真的人非常的多 最后 我们现在在一个特别恐怖的地下道 不知道为什么会走这里 给你们看这个上面 飘着一座气球诶 我们走了大概两脉吧 还走过了 我们来到了 出通过悠长的隧道 我们来到了著名的 就是Disney Hall 相比我们之前看的两个地方 Disney Hall好了很多 我们还是拍了一些主流 还蛮好看的照片的 然后想想看,接下来去哪 我们现在来Ktown吃一个 这个牛肉汤 Avy小姐姐推荐的 这家人还蛮多的呢 这位朋友 头发基本已经直了 对,头发基本已经直了 现在在Avy家旁边的 Avy说她想拍些 也要有生活机器的 我能想到的生活机器就是逛超市 这位小姐现在一脸都不耐烦啊 超市这个地方也是属于 就是比较不够审美的location 因为环境很扎 颜色很多 但是Anyway 我们今天挑战了一下 就是有一些照片还是OK的 Avy小姐说还不错 Avy你知道她要求比较低 不管怎么样 今天就是一个充满了挑战的一天 去的所有location 都不是我喜欢的location 但是你知道吧 人生总要充满挑战 总要尝试自己 没有尝试过的东西 好了,那今天一天就这样子 结束了吧 结束 好了,最后呢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些 这次拍摄我们总结的小经验 Grand Central Market里面的光线比较暗 但是有很多不同颜色的霓虹灯 大家可以选择穿单色系的衣服 如果人少的话也可以坐下来吃点东西 因为我们去的那天人比较多 所以我们就没有拍吃东西的场景了 从这个market出来 对面就是那个小火车 因为我们也没有拍到 所以这次就先不多讲了 从这个小火车的地方 是可以走路去迪斯密号的 而且它整体很干净明亮 所以在服装搭配上 就可以有比较多的发挥的空间 如果你时间比较充裕的话 可以在迪斯密号四周走一走 它旁边有一些小花园啊 有一些树也都蛮漂亮的 希望下次去迪斯密号的时候 可以拍一些给大家看 最后超市的部分呢 是我们临时起意决定要拍的 超市的话呢 发挥的空间就比较大了 首先在服装上可以更轻松居家一点 比如oversize的T恤啊 或者宽松的毛衣啊 卫衣都可以 超市里面还是有很多东西 可以拿来互动的 一般的超市它都有很多不同的区域 你可以先从比如水果蔬菜的区域开始拍 然后薯片冰淇淋 然后到bacery 总之是什么都可以拿起来当道具 放轻松也不需要刻意的摆什么动作 你平常怎么买东西你就怎么买东西 把摄影师当做来和你一起shopping的好朋友就好 最后呢就是不管在任何的场合拍摄的时候都要尽量低调吧 不要影响到别的游客和你周围的其他的人 好了希望这些小tip对你有用咯 你有什么建议或者问题都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